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大家前一个部分非常幸福 我们继续看比较简单的三个部分 就是咱们这个第三个部分和第四个、第五个部分是非常简单的 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语法点 语法这个词的那个难度 就跟这里的容易度是互相不是平等的 就是非常容易的 我是想说这个部分非常简单 诸词和词位 我们看一下 一个是诸词 有两个功能是吧 一个是表示某种事物所在的地方 某种状态所在的地方 比如说 中国大使馆在明东 中国大使馆在明东 还有还有另一个功能是表示某种动作的目的地 比如说 去 什么 리 就是 去 移民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就是 这些动词都需要目的地 是吧 côté 명동 에 갑니다 저는 명동 갑니다 这句话 就是说 에 是表示 明东是这个动作的目的地 而动作是什么呢 是去 是吧 kada 我去明东 在这里 a加在明东的后面 表示明东是这个动作的目的地 是吧 还有一个 另一个主词是 a so a so 先是表示 某种事件 或者某种动作 所发生的地点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句子里面的动作 或者事件 是什么呢 韩国어를 배웁니다 是吧 韩国是 韩语 를 是表示 宾语的 배웁니다 学习是吧 学习韩语 是在这个句子里面的 事件 那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呢 是 是万门 万门 万门 a so 韩国어를 배웁니다 a so 表示 前面的 万门 是这个动作 或事件 所发生的 一个地点 下一个功能 是表示 动作的 发源地 动作的 出发点 嗯 什么样的动作 需要 出发点呢 比如说 来 从什么什么地方来 或者 离开 什么什么地方 是吧 这 这里的 一些地方 就是 来源 或者 出发地 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 非常熟悉的 一个句子 我来自北京 是吧 在这里 动作是 来 来的 出发点 是什么呢 是北京 是吧 所以这里 在北京 后面 加 so 来表示 北京 是这个动作的 出发点 是这样子的 它们两个 虽然 都是表示 某些场所 的某些地方 可是它们的功能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请注意 后面是 这个 词尾 词尾呢 一个是 就是说 这个 开音节 后面 要使用 背音节 后面 要使用 遇射 它是 表示 命令的 也是 表示 疑问的 那我们 先看一下 表示 命令的 按 执射 安 是 坐 的意思 坐下 这样的意思 安 的词 是 安 因为 这个 有 收音 他 跟 으 相 结合 而 这里 哈 是开音节 所以后面 加 세요 언제 귀국 하세요 意思就是 什么时候 回国 所以这是 表示疑问的 下面是 什么什么 也有 也有 他们不是 为词 可是 这个 以达 他们的 原型是 以达 他们的 活用型 imnida imnika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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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这里 所要谈到的内容 就是 非格式题 陈述式 助词 陈述式 助词 就是说 一大的 变形题 非格式题 就是意味着 对 关系比较 亲密的人 说的 一句话 比如说 这是格式题 就是 非常正式的 저는 학생 imnida 我是 学生 下面 这个句子 同样是 我是 学生 的 意思 可是 他们的 这个 inni da 也有 是 差别的 저는 학생 입니다 是 比较 正式的 저는 학생 이에요 是 比较 亲密的 所以 这是 格式题 和 非格式题 的 差异 还有 咱们 在 语音 规则 部分 所谈到的 内容 是 아요 어요 해요 他们有什么差异呢 词干的最后一个印节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 啊 或者 哦 的话 后面 要加 哎呦 其他的原因呢 是 哎呦 还有 呃 呃 这个词干的最后印节为 哈 时 这个哈 就变成 해요 他们的功能是非格式题的位词 词尾 非格式题就是咱们刚才谈的那个表示关系比较亲密的一个词尾 嗯 位词就是动词和形容词嘛 嗯 那我们看一下例词 サラミ マナヨ 哦 サラミ 是人 是吧 マンタ 是多的意思 マンタ 的词干 是 マン 而 呃 这个原因是 啊 所以 后面加 아요 サラミ マナヨ 人 很多 嗯 下面是 ヨギ エソ エソ 就是表示 这个事件发生的一个地方 是吧 ヨギ 是 呃 这里 事件呢 是什么呢 小名 う キダ りょう 哦 这个 是 原因紧缩现象的一个例子 哦 本来是 キダリ 和 어요 的结合 因为 キダリ り 是 不是 啊 或者 お 所以 后面加上 어요 キダリ 어요 然后这里 い 变成 这个小小的横线 是华音 キダリ 是这样子的 后面是 インサ ヘヨ インサ はだ 是行李 打招呼的意思 大家记得我穿着汉服 这样 这样的照片吗 在这里我谈过 インサ はだ 这个单词 因为最后面的 词干的最后面的音节是 は 它变成 ヘヨ インサ ヘヨ 是最终的结果 那我们第三个部分就谈到这里 下一页是 咱们的惯行词 更加简单的一个部分 大家辛苦了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